頭隔壁有一位年輕、又漂亮的家庭主婦陳金華 他平常都會做一些點心 讓出品一頭賣吃 讓他幾天 新居民的親戚朋友台北國人都在家 就有網路的時間也來增加 他就決定在網路市場買購買 想不到大大收到歡迎 他也在這幾天開創新的生意 但今天花上剛做好的學Q餅 點一塊讓可愛的女朋友吃 女朋友吃下去以後是嘴笑肉笑 做點心原本只是家庭主婦 但今天花生花一種一種很普通的事情 你已經因為找到好勝的心情 在自己的臉書試圍 不然就順便應很多朋友來購買 甚至有人吃到喜歡就做一次回購十幾盒 有沒有吃媽媽做的餅乾 嗯 好不好吃 好吃 對 就有回購第二批 因為有些朋友吃不到 他們就覺得太可惜了 本來也還適合 結果後來有一個朋友沒吃到 想說就再買六盒 然後再來請朋友吃跟他們分享這樣 在風雨境界的期間是有很多人都去到辦公 甚至是休息 大家用幫助的時間也就變多 在透過有一個少年媽媽丹京華 就確定賺到這個苦澀 在風雨上買一些出座的點心 沒想到是很受歡迎 也好她在一整期間開創新的生意 因為疫情期間在家就是太鹹 因為平常就是只有煮三餐而已 然後想說好像可以來弄一點什麼 就是當下午茶就給他們吃這樣子 就開始做 所以是突然想到好像就有點想吃 就是自己想到要吃什麼就做什麼這樣 自己的點心今年以外受到清兵好意味的嘉義 但警方也表示真感謝大家到餐廳 口感很棒而且很香 然後跟朋友一起分享 大家都很喜歡 那沒想到丟在網路上賣的地方好像很難受吧 對啊對啊 意外的收穫 但是大部分朋友吃的回饋是什麼 嗯就是說就很好吃 然後雖然會甜 可是不會到很膩讓你吃不下去這樣 然後也不太會像那個牛軋糖這樣 會很黏牙 對對對就是吃起來就酥酥脆脆的 讓他們見解期間 試煉對一些風雅的人來說是受到很大的衝擊 不過算也有人發展出不一樣的素雅和幸福 期待基金在未來漸漸平衡 各行各業也會等 逃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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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 記者電報應 彩虹博德